看菜吃飯 聽說師傅 整桌都是豆腐, 什麼價貨? 我今天做個三龍豆腐 三龍? 兩位小姐, 知不知道什麼是三龍? 就是三味 對… 我沒想到你了 怎樣是三味? 因為豆腐很多種, 又很有益 夏天來吃豆腐 也可以做沙律、前菜 所以不要做一種, 做三種給你選 那種是什麼? 那種是沙律 這款呢? 這款也是前菜的 這款呢? 這款就是要炸的 好 我試過一些叫做沙田的山水豆腐味 還沒聽 當然還沒 是怎樣? 做什麼? 因為那時候沙田還未像現在的衛星城市 那裡有很漂亮的山水 所以那裡的居民會做豆腐 所以我現在就想不如試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要嘗試炸豆腐 怎麼做到皮脆 現在開始了 什麼豆腐? 第一件事要選對 如果去街市買的 你會發覺我們有時候叫做板豆腐 多數是一塊木板 對 都放在上面 但也會有一些這麼厚 有些就這麼高 硬豆腐和軟豆腐 對 豬包豆腐也有 對,那些也會浸在水上 如果像剛才說的,就對了 一個硬豆腐、一個軟豆腐 因為軟的豆腐含水分較多 硬豆腐會沾水分離開 所以它變得濃縮了 我們買這款 濃縮了那款? 對 這是硬豆腐嗎 這是硬豆腐 可能有些店舖更硬 也不太行 你會發覺豆腐是碰碰的 也會很難 對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第一件事要做 是怎樣使得這個地方 比較脆 原來把鹽放進去就可以了 鹽放進去 鹽 鹽放進去就不太均勻 所以我會做一些鹽水 濃的鹽水 例如放一點一湯匙的鹽 只是普通的食鹽 可以放大約三至四杯的水 先把它融化 融化的時候還可以有些狡猾 就是放一點糖 又鹽又糖? 對…這樣就好吃了 主要是鹽使得外皮有一個結晶 所以有一個脆度 糖就是我覺得可以搶一點點火 有些顏色 有些顏色 對, 有些顏色 融化之後 就可以把其他加起來 加到能夠蓋三至四杯左右 不痛 用來用 好, 現在把它切掉了 也要很小心 你說硬豆腐不會破壞 不是, 硬豆腐也會破壞 也會破壞 也會破壞 我之前容易破壞 我之前說要鹽生粉 原來就這樣煎也可以 有很多方法 但我現在做, 我見過那一天 所以我就這樣把它… 懂不懂, 你要鹽生粉 我就是不懂, 所以才要問Annie師傅 比你說硬豆腐也會破壞這個問題 好… 好, 姐姐, 是嗎? 對… 很好… 你發覺我做完後 就馬上放進水裡 第一, 反正是浸水 第二, 我不想在一個位置 再把它拿, 拿不起 這次那麼薄? 對 很特別, 第一次見過 對 浸多久? 起碼半小時 要浸起碼 這麼短時間也不用浸過東西嗎 那也不用 起碼半小時, 表面已經有一點鹹味 然後那個鹹味就可以使用 待會我們炸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外層 這樣就做了 浸完後, 我已經做了給大家看看 麻煩你 這樣不切了 這個是30分鐘後 30分鐘後 拿起後, 最好用廚房紙 把它隔開 真的不一樣 這個, 看見它是這樣的 是的 這個拿上來 對… 是嗎 牙伸比較多 這個比較硬 對… 就是浸透, 隔開它 我們就可以去炸 好 現在待會 麻煩你先放一點油 好 它不會彈 彈水不會彈得很厲害 放下去就不會了 好,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找一塊去試試 好, 先嚐一塊 你聽到它很吵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說會否水彈出來 如果隔得夠乾 根本身實在就不會 浸滿了 要這樣炸, 要炸多久 炸到金黃色 這樣嗎? 是的 這個真的… 是否只是心機東西 也不是很心機而已 要這樣浸 如果還記得小時候去 它們真的放在沙田裡 是否沒有水彈 已經很少有這個菜 沒有了, 因為第一, 賣不起錢 第二, 最多其他東西 我們還有其他豆腐味道 好, 給它一籠豆腐 這個一籠 先看看 看看 給它一塊壓 很美味 你看不看它金黃嗎 對, 看到了 還有外皮好像有點… 脆 有點硬 沒錯 對嗎? 好, 你們還是這樣移動 知道… Annie師傅, 要炸到什麼顏色才可以 炸到現在這樣 好, 看一看顏色的水 顏色的水很金黃 而且你會看到嘰嘰的聲音少了 沒有了… 你可以一次過炸完就行了 不要吃那一道 是嗎? 可以炸第二次 第二次很快脆 你看, 我放進去 還有一點嘰嘰的聲音 很少… 第二次的原因是… 再多些嘰嘰的聲音, 即是水分 再揹發一點點 三秒就可以了 這裡會再脆一點 對, 這樣會更脆一點 好, 關火, 記得一下 撈起來才關火 這裡攤一下 拿出來之後 你可以就這樣吃, 可以點東西 亦是趁熱的時候 放一些淮鹽 這麼快? 對, 熱一點, 還有少許油的濕汁 配上去 對了, 你幫我放在那裡 先炊一下 好 我們待會就可以試這個了 做完這個之後, 第二弄了, 好嗎? 第二弄是做沙律的 這個沙律我用了一個比較硬的豆腐 這個比較硬的 你看到兩個分別 這個比較硬的, 一個比較硬的 一個比較硬的 再硬一點 對 這是甚麼豆腐 蜂炒豆腐嗎 你可以這樣叫 蜂炒豆腐 但我買了一些木麵 是日本的 日本的 因為它刮成盒裝 我們當作沙律用 好, 我們今天會怎樣做 第一件事 我們要調一些東西 這裡有一些… 胡麻醬 胡麻醬 日本的嗎? 日本的, 沙律醬 好, 我全部放進去 好, 謝謝 然後如果朋友喜歡刺激一點 加芥末 激動… 有點辣辣的味道也不錯 你怎麼知道的, 還有功鼻 好, 放完這個之後 你喜歡可以加一點鹽 因為豆腐沒有味道 那豆腐買回來, 要不要沖水還是怎樣 不用了, 你就這樣 因為它盒裝 放開就行了 對, 好 好, 接著這個, 我可以放進去 記得了, 我又要放多餘的水 對, 接著之後 我會把它擦爛 我會把它擦爛 我以為是切粒 我以為是這樣 切粒沒那麼漂亮 原來它擦爛的效果很容易 切棉花 切棉花 你不用一定是一粒一粒 大大小的, 我應該告訴你 它的原理真的很好 現在有點像乳酪芝士 對, 所以有點像乳酪芝士 對, 你把所有的醬汁混合 不過你看看, 多與少, 自己欣賞 現在這樣做得對嗎 對, 你這樣把它混合 醬汁是否在底部 很貴就收光了 對 收光了, 原來的好處 就是很多吃沙律 醬汁多數是在底部 這個就不一樣了 你會吃哪一種 醬汁黏在菜上 所以挺有趣的 你煮這些可以自己加 加了芝麻 你喜歡加芝麻也可以 這個是日本的… 它叫海藻的東西 你喜歡的, 再加一點 跟這個菜一起混合 這麼少菜夠嗎? 夠了 這是芝麻菜嗎? 對, 我們叫火箭菜 謝謝 怎麼這麼巧 你把它這樣拌 你會發覺那些所謂的 我們現在叫豆腐製作 在這些東西的中間 你吃的時候 就不會有醬汁濾到底部 是的 真的嗎? 雲巡很多 又有益 麻煩你替我放進雪櫃 這個早可以先做好 好, 還有這個 這個怎麼做呢? 這是一個比較軟的豆腐 要多少塊? 我給四塊 四塊 待會… 大黃朗家庭 又做第美 沒錯 說明天吃 對, 吃之前, 你先把它這樣做 原來我現在要拌一個醬料 這裡有蠔油 謝謝 除了蠔油之外, 很簡單 蠔油, 每個人的品牌都不同 這個糖, 你要把它調味到適合 它本身是比較濃稠的 我們放芝麻油 香了 香了 你別怕太多芝麻油 因為攪拌完就剛剛好 你在西沙律裡也會用很多橄欖油 對嗎? 我們用一種漂亮的芝麻油 全部把它拌勻 信得過我了, 這個可以了 我還有一隻皮蛋 皮蛋經常貼著刀, 有什麼方法? 沒有什麼方法… 聽別人知道, 要用… 因為它一定… 對, 經常貼著, 覺得很浪費 如果你要糖芝麻油 沒辦法, 一定會這樣 不然就不糖芝麻油 即是把油拌勻嗎 也沒辦法, 也是這樣 你可以把它全部剁碎 還有東西可以加進去 就是肉鬆和蔥 像台式的吃法 對, 這是台式的吃法 反正我切碎它一次 一次吃完不同地方的食材 好, 完成了 這個又做好了 這個記得避了水分 我們把它組裝 如果這個攪拌得太稀 待會加上豆腐水 就會變得很多 好像放在朱古力醬一樣 很多想法 這個就是餅的脆脆嗎 對, 像… 我是否在做豆腐 你們有這麼多想像的 分子料理 好, 這裡放好它, 差不多了 接著肉鬆 很棒 像蛋糕一樣 對, 像蛋糕一樣 做豆腐, 不是做蛋糕 現在是焦糖餅碎 焦糖餅碎 對 接著, 蔥粒 要封一點 你當然不喜歡吃 不是, 蔥, 蔥很好吃 好, 這樣把它散發出來 這個就有味道 這個可以是前菜 前菜, 還有沙律, 麻煩你 對, 待會就可以了 對, 吃到你吃就可以了 然後… 做優叉 不一樣的酸酸 真是… 有什麼不同的法, 你們用嗎 有什麼不同的法 扁平了 冬了… 扁平了 是否出了點水 可能… 還要出水 木麵很吸水 不是 要用甜醬和辣醬才行 可以的 你可以用甜醬和辣醬 沒有, 因為加了滑鹽 對, 我加了滑鹽 好, 放這裡 沙律 三個吃法 它真的淋了 為甚麼呢 沙律醬也有點鹹味 軟熟了 對 否則吃到一口都一樣 這個可以做一個泡肥生 你喜歡吃這種豆腐 或者其餘的兩種豆腐 我們上碟了, 你先 好, 幫忙 這個就是三龍豆腐了